今天主要和大家分享 什麽叫人工智能 其實人工智能對我們來說 其實是不陌生的 為什麽這樣說 其實在小時候 大家也應該看不少卡通片和荷里活的電影 在裏面也不少有關人工智能的題材 譬如說很簡單 攝不浦裏的AI 又或者我們最喜歡的日本動畫裏有多拉A夢 這些都是典型和人工智能有關的題目 我們從一個學術角度來說 人工智能主要來說 會分為兩個分析的範疇 第一個範疇是強人工智能 另一個是弱人工智能 在什麽情況裏我們用弱人工智能 譬如給了數據給電腦或機械人 同樣數據會學到某些知識 裏面的全部都是演算法 那強人工智能是什麽東西呢 主要來說就是著重究竟這個機器有了人工智能之後 它有沒有一個叫做自我意識 如果可以做到有自我意識的話 那這些就叫做強人工智能 所以去到現在這個階段 大部份所謂的強人工智能 都是一個哲學的討論 甚至是一個幻想或科幻的題目 那人工智能在什麽時候開始會被我們推崇 那麽鼓吹呢 其實某程度上就是來自我們那部叫AlphaGo的電腦 它基本上就足形了很多的圍棋高手 而從而我發覺到原來電腦是真的可以勝過人類的 那麽現時我們人工智能的應用 都會在一些叫做圖像的識別 又或者在一些聲音的識別 又或者在一些文字的識別上面 我們是會多一點點在這方面的應用的 那麽當然如果發展人工智能 不單止我們要有一個好的演算法 即是我們所謂的Seprogram 原來晶片對我們來說都是十分之重要的 那麽最初的時候我們做一個叫做人工智能的系統 主要都是由幾間大公司去包辦的 其中一間就是IBM 那麽你就知道它的硬件技術是有多強勁的了 那麽其實如果主要做這個叫做AI方面來說 主要是三大巨頭 那麽有微軟 這個叫做AWS 以及這個Google 而當中Google更加現在會用大量的金錢 而投放下去做一個叫做量子電腦 而從而想在人工智能內有更大的突破